在我们的安排下 张女士来到场上 坐在了我们专家旁边 与此同时 王可律师也已经回到节目现场 那么通过与马律师的沟通 王可律师得到了什么样的信息 离婚到底是不是丈夫的本意 张女士的诉求又能否得到支持呢 张女士这样 我就想跟您核实一下 就通过您自己对这个冯先生的了解 对他病情的了解 以及您之前跟医生的沟通 您认为冯先生他的意识状态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觉得因为当时我在的时候 医生查床的时候 就说他有时清醒有时糊涂 那就是您个人认为 他是没有办法一直保持清醒状态的 对 那您有没有见过冯先生的医疗病例 没有 我觉得当初呢 我先生挺感激我 说谢谢我 因为他在我护理他当中呢 我腿已经肿了一个坑一个坑的 因为我高血压 躺掉病 因为那些当中呢 也没法去 有特别 我当初就是说 他说你他特别欣赏我 你在床边躺一会吧 他就坐着这么半躺 单坐着 我就在这床这一点 给我腾出这那个床位 然后我那脚的 蹬着蹬着 就这么半躺的 修了一会儿 因为他知道我这腿已经肿得很厉害了 所以他特别心疼我 说呢 你别来了 说你好好照顾你自己吧 所以我跟我先生感情特别好 因为他肯关爱我 是这样的女士 因为刚才我在跟这个 你的这个 儿媳妇啊 他所说的这个马律师沟通过程中 马律师提到了一个情节 他说他在跟冯先生进行多次 案情交流的时候 冯先生多次哭泣 并且告诉他 在去世之前 唯一必须了结的医院 就是要跟你离婚 在刚才 王可律师与马律师的沟通中 我们听到了这样的说法 喂你好 请问是马律师吗 是这样有点事啊 想麻烦您跟您核实一下 就是我们有一个当事人啊 来到我们现场 这位当事人的 他的父亲啊 叫佛 他曾经委托您这边呢 帮他们代理过一个 跟这个女士的离婚案件 我们想跟您核实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啊 对真的有这个事 那当时这个 您是大概是什么时间 见到这个先生的呀 具体时间应该是在他去世的半个月左右吧 具体时间我就不太轻了 应该是他半个月 他去世前的半个月 当时您见到这个冯先生 他意识怎么样啊 清楚吗 我第一次见到他 他意识很清醒 您是在哪见到他的啊 在医院 在医院啊 当时这个 就您跟他单独见面吗 还是他身边还有亲属啊 有有亲属 而且病房的有其他人 病房那个病房有好几个好几个人 冯先生呢 他本人呢 是7月13日去世的 您还有印象说 这个他是什么时间 向法院提交的这份起诉 应该是7月10 我记不太 7月应该是10号左右 10号左右啊 那当时这个提交 包括这个诉讼费的交纳 都是您代为办理的是吧 他儿子把钱给我 让我去交的 这个钱肯定是因为老爷子 待会儿在住院吧 那我想跟您确认一下 就是委托您进行诉讼这件事情 是到底是这个冯先生的儿子委托您的 还是冯先生本人委托您的呢 本人委托的 本人来希望提出的 是吧 并不是他儿子 这个我非常明确地告诉你 我去了每回 然后那个本人都跟我明确 表述我这个意象 而且每回去的时候 每回说这个事的时候 基本上都哭了 都 他为什么会哭呢 每回跟我说的是 无论怎么着 这个婚都要离 就是死前最后一个愿望 你怎么理解 马律师的这个表述 你觉得他是真实的吗 我不明白 因为呢 他觉得可能我还年轻 这个话说长了 当初他有病的时候 我求他女儿 就是他老吐 因为呢那个 他需要做胃镜 需要住院 要求你15天才能做胃镜呢 当时吐 他不思议是什么都吃不了 后来我给他买的白蛋白 他也吃不了他全吐 我这样问您 张女士 您看 刚才王律表达得很清楚 说老人在去世之前 哭着很委屈地 让律师为他做离婚诉讼 您觉得他想跟您离婚 是因为他烦您 讨厌您 不想再要您这个媳妇了吗 不是 您觉得是因为什么 就是说在那个 他当时他女儿说 跟我离婚的时候 我没跟他说 后来事后 我才跟他小舌 我说你看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我说就把这 刚才我说的过程 跟他提出了 所以您就觉得 他提出离婚 并不是因为 他不爱您了 对 他是深深地爱着您 但是他要跟您离婚 对 这个离婚的理由 有可能是因为 您还年轻 可以再嫁人 对 您是这么想的 对对对 王律 他是这个意思 您的意思就是说 当时他是舍不得您 但又被迫无奈 对 这个跟我们的 马律师的表述 是有出路的 因为马律师 当时认为 冯先生的诉求 是基于想尽快地 跟这个女士 摆脱关系 才提出的离婚诉讼 马律师 那个抱歉 还得那个 再跟您核实一下 就是您代理他 提出这个起诉的时候 我们的目的是 要离婚诉求 不是离婚 那我们的理由 是什么呢 是感情破裂 还是什么呢 对感情破裂 感情破裂 就是当时 在冯先生心中 您认为 他已经认为 跟这个刑女士之间 已经没有感情基础了 是吧 对 因为这个老爷子 老爷子死之前 就 就 每个人都哭 都这样说的 应该还有一个录音 我让他放 放给你们听 那从您的理解 因为这个 我也是律师 这个 我 我个人理解呢 就是说 一个人在 病情很重的情况下 第一 他应该是想到 如何去治病 延长寿命 然后安排 我们的后续事宜 每个人都知道 诉讼的过程 是很漫长的 那为什么这个老爷子 会在当时 这么一 如此病重的情况下 居然选择去 委托律师 来进行诉讼呢 这个您之前 跟他有沟通过吗 了解过他这种心态 也沟通过 首先他没 他没想到 自己会这么早 就是 会离世 然后其次呢 他就说是 已经度愿了 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也跟对方协商过 说是 协议离婚怎么着 但对方 一直不愿意 出来解决这个问题 啊